有一位同修分座小组负责人去帮人学佛台 这个小组的师兄都是老妈妈们 然后有时会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有些没有佛台的师兄 要去家里有佛台的同修家放箱 同时随时少量的箱款给家里有佛台的同修 负责人认为要成分重分 这个箱款钱可以收 小组其他朋友也觉得可以收这个钱 同修认为先决负人收提出反弹意见 然而大家便不采纳 所以同修会起伴老师 现在依然每天出去一起做事 但是便没有感到发誓 而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伴老 尽管如此也不敢托离 恐惧自己被孤立 没有做公主的机会 你说 那么你说呢 你说如果家里每个人家里自己有一个佛堂 人家到你们家里来拜拜佛 你都收人家善款了 收香火钱啊 你们家是庙啊 你们这么多同修全部都是没脑子的 你们怎么受师父教育的 你说还有功德了你们啊 你们在出福他身上的血不知道啊 你们就仗着佛在卖钱不懂啊 可以收的 不可以 好了 还有这么多同修还支持 你们都你们智慧都到哪里去了 你告诉我呀 然后去年这个同修家儿子在德国留学 自己出现幻觉 从楼上跳下来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现在不分私益了 看见了吗 出福上升上学 马上报应 看见了吗 儿子自杀了 哪在拿呀 在拿众生的钱呀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 你们没师父活得了的 这种事情都敢做啊 练财 出福上升上学 你看马上儿子就变成诗意了 从楼上跳下来 幻觉 这是马上就是给颜色看的 听得懂啊 你们真的糊涂啊 糊了一 糊了一辈子度了 我告诉你 都糊不了了 你们都 他就看他玻璃团队 然后没有工作做 所以就合理分钟 合理团队了 还有这么多人都同意收人家费用 你们整个 整个那么浑了 你们脑子全浑了 听得懂吗 他不愿意收的 也不让人家收 他不愿意收 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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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收 最后收了 我知道你们是在国外的 就算在国外的话 也不能收啊 听得懂吗 一样的 明白了吗 嗯 开什么玩笑 不怕死的来吧 我告诉你 现在他儿子这样 他比死还难过了 听得懂吗 比自己死还难过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那他现在是 嗯 还是跟着这些团队 继续出去啊 自己交给念经了 好的 收了 收个魂的 好的 魂都都没了 还收了 哎 你们这些人 真的是 我无语了 好了 谢谢 谢谢